上海滩大姐大 杜月笙重情 人们都尊称杜月笙为杜先生 也唯有他最为人们恋恋不忘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女人的帮助 杜月笙也没法在上海滩立足 他就是上海滩大姐大林贵笙 林贵笙1877年出生在苏州 20世纪初林贵笙来到上海 开了一家祭馆烟花间 号称混尸魔王的黄金戎建岛林贵笙 一见清晰 很快就结了婚 婚后 他们搬到华阳达处的 租借第三不管地带十六铺 精明的林贵笙与黄金戎商量 以十六铺为基地 公开向全上海网络门徒 黄金戎一听立刻连声叫好 林贵笙凭借以前结识的三教九流 加上自己精明强干 敢作敢了 很快门徒就达到了上千人 一跃成为当时上海 贪最大的黑社会帮派青帮 不仅如此 林贵笙还一手操控了一间土生意 赚了大笔大笔的钱 而黄金戎只是寻补房的总探长 工资不高 他之所以能过得这么奢侈自在 全靠林贵笙的烟土生意 所以林贵笙其实才是黄公馆的真正主人 黄金戎对林贵笙有爱也有敬 杜月笙原本只是高桥镇的一个小混混 他一生的转折点就在于进了黄公馆 并看清楚了黄公馆的形势 费尽一切心思讨好林贵笙 最终得到了林贵笙的青睐和提榜 林贵笙帮助杜月笙的第一次 就是带他去赌馆赌钱 赢了2000大赖 林贵笙把这笔钱全给了杜月笙 杜月笙用这笔钱 拥落了一大方甘愿为他出生入死的人 为他以后称霸上海滩打下了基础 本来黄金戎和林贵笙也是挺恩爱的一对 但是男人一旦有了权力和金钱 就会激发起无限的欲望 林贵笙最终也逃不过色衰爱池的命运 黄金戎喜欢上了一个 叫做路兰春戏子 路兰春是黄金戎徒弟的养女 小黄金戎三十岁 可黄金戎就是不顾一切 来了一场爷孙礼 黄金戎喜欢上路兰春后 不顾林贵笙的反对 坚持要娶路兰春进门 路兰春提出了两个结婚的条件 第一要从林贵笙手里 接掌黄家全部财权 第二自己是清白女儿臣 既要嫁就要嫁得风光 黄金戎要明媚正确 要有龙凤花轿前来接迎 林贵笙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气 像当初他嫁给黄金戎的时候 黄还金戎什么都没有 而且现在黄金戎拥有的一切 有一大半也是自己打拼来的 林贵笙非常生气 只要了两千大洋的分手费 就离开了黄公馆 发誓此生与黄金戎老死不相往来 林贵笙离开黄公馆以后 杜月笙在西摩路为他租了一套房子 家居百事都与林贵笙在黄公馆是一模一样 在以后林贵笙独居的日子里 杜月笙也没有忘记林贵笙笙对他的恩情 常常来看望 林贵笙 不上半生是如此的霸气 所以上海滩的人遇见他都要遵他一生贵笙 可是最终黄金戎还是负了他 不过黄金戎最后的结局也很坦 与陆兰春结婚不久 陆兰春就带着他的钱 地计 房契旅行人私奔了 陆兰春走后 黄金戎才又想起了林贵笙的好 几次去请雄林贵笙回到黄公馆居住 但是林贵笙也不愧是大姐大 十分有骨气 拒绝了黄金戎 林贵笙曾一手创立青帮 把上海滩搅得腥风血雨 最后却也没在上海西魔路的老房子里 于1981年孤独死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